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 当场掏出来 他说我有心脏药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你会常备这种药呢 他说现在真的 他们出来吃饭都备着 怎么了 这药片给广告 不是 这没有 我随身带着这个硝酸肝油 干嘛油 不是 我在咱这说过 我前两年闹过心脏病 一边心脏神经病 反正香港医生给我的 所以我整天跟身边人讲 就是哪天我要是倒了 你知道吗 义军记得 开盖拿出一片 放在我舌头底下 喊 就是硝酸肝油 你知道 不是做人工呼吸 不是 对 你说这事 他吃大灰了 这个 美国心脏病的医学杂志讲 87.7%的心脏骤停事件 发生在医院之外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戒慎恐惧 就是 你看看 光我身边的同事 有一个司机还跟我特别好 咱们深圳这边的 还有一个另一个同事 就这些年 都是 有的是这个心梗 有的是突然中风 我有一个同事还真是 就是说挺感人的 最后大家分析 他的那个情况是什么 正在马路上开着车 他肯定是觉得不对了之后 他还勉励把车停在了路边 拉了手刹 人才走的 你说是吧 人有不同的突然的出死 都是悲剧 可是咋如发生在某个时间点 会特别觉得悲伤加悲 这种很多这种朋友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我在工作的地方那边 有个师傅的水电技工 非常老实的 我家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找他来帮忙 然后后来一天 那边的office办公室的人通知我 那个很秀巧 跟我一样叫阿辉 他叫我阿辉伯 我叫他阿辉仔 现在很像了 反正他说他过去了走了 我说怎么搞了 这好像才五十出头 对啊 昨天死在家里 他就初死 五十出头算是好 可是他就是以前离婚 然后两个小孩分了 太太照顾一个 她带一个 很辛苦的前线的工作 基层工作这样带 把女儿带大了 然后大学毕业了 然后还策划好 六月毕业八月说 我要报答父亲 带父亲一辈子没有出去旅行过 然后去安排了去曼谷旅行 然后就在八月份出发前去世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死 死亡都是悲哀 可是你觉得更强烈的悲哀 而且你感觉是不是说 从一个角度看说他累了 他也觉得累了 女儿我把你带大 无责任了 差不多了 我最近走的一位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一个老师 就是他送进去的时候 还有说有笑的 就是跟这个医生还认识吗 还在讲话的 然后当时一个判断说是小面积的心梗 觉得没事 但是往里面就是要装支架 伸那个管子的时候 突然就变成大面积性梗 就后来有一个医生就写 他说因为他是做手术的医生 他说我见过生命的顽强 就有的人你可能都觉得没救了 他还一直活着 他也见过脆弱 就他好像你觉得特别没缘由的 就以为都是可以救过来 就突然就 我15年的时候来深圳 我不是看企业吗 我唯一是付费看企业的就在深圳 付了我几万块钱 就去到华大基因 进门进去 他们跟我讲基因 院长讲出来以后 说吴老师怕不怕死 挺怕死的 来查一下吧 十万块钱查一次 说给我打六折 花了六万块钱 查完以后我有猝死基因 有猝死基因 我都是猝死基因 猝死都是个基因 就是四个字叫猝死基因 我的天哪 就花了两个多月以后 那现在的财 他可能花几千块钱吧 那我这瓶送你了 不会不会 小波老师 白岁成一瓶 小波不能这样讲 你这样讲更难上市 对对对 证监会 证监会 证监会听见了 但他其实没关系 因为讲 小波太有牺牲精神了 他跟我讲什么东西 你说怎么办呢 很多人是有这个基因 比如说你不能跑马拉松 你不能跑全测马拉松 几个呢 第二呢 你不能打拳击 比如说你去练拳击 这是不行的 第三个呢 不要去增伤拿 他有几条 对 好些人是增伤拿的 他去激烈运动 激烈运动 不要去搞这些激烈运动 比如打打网球啊 打打高尔夫啊 打打麻将啊 算是说圆桌派啊 都没问题 绝对不会猝死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跟基因相关 他原来没有检测到 不知道 那像我们知道了以后 那就我就不去打拳击 不去增伤拿 不到特别高温的地方去 听着跟对孕妇的那种 没有问题啊 我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啊 之前会知道也没有问题啊 不是 我现在这个 好多个人健康 我觉得基因检测就挺重啊 但其实我经常会做一个 就是to do list嘛 那种要有一个 做事情的这个清单 这个头等钥匙是什么什么 体检一直最近几个星期 都在我的头等钥匙上 我就一直都没有 按下那个键打 那个电话要去做 也是延迟性 跟我一样 延迟性人格 延迟基因 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但我就放到最后去完成 是有这样的人格 但是我 写上完做节目 我给你讲小伯 你说这个 我最近我的朋友圈 我们这个纷纷要改这个基因 就你说这个基因 本来我们也有 就是把最好的苹果留在最后嘛 好的事留在最后嘛 像我爸一样嘛 但是 所以我就觉得 最近啊 因为一系列事件 引起的这个朋友圈 我觉得好像是某种 就是到了一个时候 纷纷的都有一个潮流 甚至我认为 就一下子开始反观自身 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最近 我们在一块圆桌 就是说了 我就首先号召 我跟你说 买了新衣服 最好的衣服 当时就穿上 你知道吗 你穿上 你就再占便宜了 你就像我 他们就说 我买那个皮衣啊 好家伙 一年前买的太好了 我就留了一年 没穿过 一年后再去看 五折 我为了平衡 我为了平衡 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吗 我又买了一件 他们说 那天那个经济学家说 你这个也对 实际上成本 平均成本 这样低了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到生命啊 国家多么希望 你在那消费地下 我们好多人的习惯 就是把好的留在最后 可是实际 也许我们从生命的角度 应该想想这件事 你最好的东西 你应该马上使用它 你就在发挥它的价值 你知道吗 你留着 留着 我跟你刚好相反 我现在是 家里面断舍离 都扔光了 我就觉得说 我都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反而是 我就留了几件 全中国女生 最会花钱的 那种女生 叫做断舍离 为什么 你看那个硅子 把硅子衣服都弄没了吧 你会把硅子扔吗 你不会 他把硅子再填满一遍 全世界最贵的就是 老娘我断舍离 姑娘我断舍离 那花钱可狠了 天天断舍离 你把硅子扔了吗 你肯定没扔 硅子里面再重新再装一遍 过三年 我断舍离 全部扔完 再来一遍 你真是 我这里买了好多抽屉在里面 最花钱的就是他们的肉 我最近反思 但不是这个物 我现在越来越珍惜人 倒是真的 就是我以前可能 我老觉得有些事 比如说你跟人聚会 跟人说过什么事 我觉得特别占用我的时间 我老觉得我是一根切 往前走 我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 我要干嘛干嘛 不要跟我说那些 没有用的事 但是我最近就特别喜欢 没事跟朋友在一起 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 就是说当我有朋友走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际关系 他们的存在 是支撑了我的这个世界 就是你有不同的人的 这种人际关系 是你的这个世界 能打开多大 一个人走了 我就觉得有一个脚 就摊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 那不是英国有一个诗人写的非常有名的那个诗吗 就是丧中为谁而敲 就是每一个人的失去都是我的缺少 就是这个其实你想什么是你啊 你是人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嘛 所以其实你身边走了一个人 你这块大路就少了一块 丧中为谁而敲 是吧 他正在为我们而敲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想想 要不说我最近我也是老想 你想我这个聊天聊了都有20年了 我就在想我到底在聊什么呢 新闻也聊啊 经济也聊了 但是又不像人家那些专业的新闻 财经人聊那么专业 后来我想啊 这个我聊的 说一千到一万聊的是人生 但一说 一说 一说 新检测它的准确率又怎么样 有东西它说百分比 你以为花钱现在降到几千块了 你刚刚说了 但是现在这个个人健康情况算不算一个隐私啊 能不能知道 现在说啊 就是在日本发明了一种这个马桶 就是说它能够从你的排泄物 然后能够马上出来 就是说你现在的健康状况 说好多公司就是收集员工的 这个很多 马上知道你身体行不行 现在还有那个国内有一家企业 是做手握着那里 握三十秒钟 它能够给你做个体检报告 那个是体体率那些 一个唾沫什么 滴血 你觉得现在都时髦 我觉得挺重要 现在时髦到日本做体检 就说日本的体检 世界有名的 因为日本是个癌症高发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老年社会 所以呢 就是现在好多人时髦到日本 就说据说把你这个细胞里 恨不得有一个癌细胞都能给测出来 那种 当然我不太懂 它的整个就是说 它的精准度比较高 我觉得现在其实年纪再轻 去做一些基因检测 这体检 像我一年做一次 你做不做 我还要想 我想加一句 像我抽烟 我肺就做得特别的仔细 对对对 就特别的仔细 你准不准 之后就算准了 你如何来处理 如何来对待 有没有准确的 比方说你肺的有什么基因 这个有什么毛病 你如何来安顿 如何来治你 因为你假如那个也不算 不一定构成一个临床的病 可是你车出那个部分可能特别弱 你要在饮食健康医药 你有没有好好准确的处理好 我告诉你前一个月 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 在台湾的才61岁 突然一发发现了半年后 三个月后就去了 胰胀癌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这是从50岁开始 这是做一个生意 在台湾还蛮有名的 这是提醒你们 小心啊 不要以为年轻的时候 不需要体检 要体检 然后体检的话 来我们公司 怎么检测这个基因 那个基因 之后他的生意就是说 提醒你早一点体检 早一点找出毛病 早一点治疗 那他自己做了吗 结果就是 他是院长 这是他的生意 我猜他一定会做的 结果他没有检查出来 61岁就过去了 而且看你怎么样倒过来看 比方说讲到基因的话 有什么出洗基因 我早就知道了 我有 我没有去检查 我凭什么 一毛钱不用花 不用给六万块 我是看我祖父的照片 因为我看我祖父 我父亲的父亲 就是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应该倒过来说 我跟我祖父 长得一模一样 祖父不在意的 有时候我就看到 我什么时候拍过 这种黑白照片 然后吃我祖父 所以就留起胡子了 更像是吧 焦族病史是吧 对 我告诉你 我那个祖父55岁去世 心脏病 然后呢 我祖母 56岁去世 所以呢 我跟我祖父很像 非常像 然后我跟我祖母也蛮像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隔代遗传 我父亲现在80多了 非常 还算健康吧 那我觉得我一定是有我祖父母的基因 所以我今年56了 你都吓死了 对 小波 我就倒过来看 我就赚到了 因为按照这样的话 我可能应该55岁就像文涛一样生不如死 我说带着一瓶东西 我就不管 我现在过了55了 我就觉得每一年 过一年再一年 他的心理自我疗愈 对 我就觉得我赚了57 赚了两年 58赚了三年 所以我这个人过了50多了 过了我祖父去世的年龄呢 我就生活的越来越放肆 对 咱们可以放肆 义军还要这个努力奋斗 因为咱们这一桌 最大概率的是你一个一个送走我们 对 你接着说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 我那天 然后我那个朋友走了以后 我就赶紧上网查 要去做体检 就是因为有些体检 它不是那个单位机构会包的 你要自己去做 我就查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个心理 就是说 你老想延迟 我就 我就已经看好了 但我就一直没去 你从来没做过体检 你为什么想延迟 我当然做过 我不知道啊 就是 我也不是不想知道 你太了解我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老 就是这个我是有点害臊了 你聊人生加婚就笑了 你这应该害羞 我是应该害羞 因为我们 你是不是应该到了他广告的时间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跟这个女生啊 主打项目就是聊人生 人生聊不动了才上弗洛伊德 把人家的人生聊成你的人生 但是当我年过半百之后 我回首往事 我真的觉得最值得聊的还真就是人生 就哎 你想想看吧 最值得聊的就就是人生 我是真的想过 我刚才为什么笑了 有点不敬 可是我必须诚实面对 因为有一回我们去哪里啊 贵州还是哪里拍个节目 吃晚餐 从吃晚餐到吃完坐车回酒店的路上 吃晚餐大概一两个钟头嘛 坐车也蛮远的路 一个钟头这样 我后来回到家里的酒店房间的印象是说 好像这三个钟头 文涛没有停过一秒钟在讲话 可是他家里讲什么 我完全不记得 因为反正我主要责任就是给反应嘛 他没停过 表情吗 每次他讲讲完一个呢 大概我也在思考他说的人生的时候 他又开一个话题了 家辉啊 又来又来 真的三个钟头啊 我也是 我也是实在因为最近找不着女的聊天 只能拿你成数 我真的 可是话说回来 你刚说什么朋友圈的感慨 好像要赶快先享受等等 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嘛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最后 因为你刚谈到什么先后 什么东西啊 聊到最后啊 苹果最后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最后的 所以那有了好的 最好的苹果 现在就吃啊 那当然 可是那叫你更 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 万一你之后没有了 你可以倒过来看 哎 我现在吃了 没有了 就你这样 没有叫讲胡子啊 你又臭场没胡子 我看你没有胡子 很难打 这个人当然就是 反正我觉得说与其说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 与其考量说先后 什么好跟不好呢 反正来了什么 你知道我 如何对待他 你知道如何对待他吗 这是我从小 我父亲就跟我说 他说小时候看命 有个看命的人非常准 他十来岁看命 批他六十三岁没了 OK 六十三岁门前挂灯笼 就说你大概活到二十三 那我父亲工作到五十多了 传了一点钱啊 从五十五六岁之后 到六十三岁中间做什么 只做两个字 花钱 吃喝玩的 什么去旅游啊 把钱花 因为他就是这样想 我到六十三我没了嘛 我楼在干嘛 我当然把最好的 小孩也长大了 自己独立了 当然他不知道 其实我希望他 留给你 留些遗产 然后他花 结果六十三 我父亲非常健康 跑一百米比我快 然后钱没了 真是钱没了 很多钱的时候命没了 命没的时候还很多钱 真的啊 小波他六十三 但我父亲今年八十二吧 从六十三到八十二 基本上他跟母亲的生活 就是在我的身上 这是果快没命了 你知道吗 后来我告诉你更精彩啊 我父亲他很不服气 活到六十五岁的时候 怎么还在啊 还那么健康 还在广场看到大妈还会心跳 那个算命的还在不在啊 他就是不服气 去找算命的 真找算命的 算命不在 原来问了一下算命的 算命的人家人 他去世的时候 算命的人六十三岁死 我说 我说父亲 你是不是记错还是听错啊 他是告诉你 六十三岁我就死啊 我门前挂灯笼 你看不到我 我说你人的记忆有误嘛 我父亲真的好多年来 都是告诉我说家伙 我大概就是六 这是六十三啊 所以就哗哗哗 所以我就有很大的感慨 到底什么叫先 什么叫后 讲不不了 你讲 没有我最近常常跟朋友 分享一个事情啊 我就说我其实对生死 死这件事情 没有人体验过嘛 对吧 好像是苏格拉底 还是谁说的 死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是他没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 他来了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他 对但是我 我说我有一个体验是什么呢 是生孩子 因为呢 我有一次 不是有一次 一共就一共就 是疼着死去活来 不是不是不是 那天我进产房之前 那一天呢 我还在那里写 我在写 我在写文章 但那个那一章呢 我怎么也写不出来 我那个题目 哎呀重要 我想说的是这个 就这个事情 你就扔掉了就好了 其实老子有说 养生最重要的 喝脏水 不能把孩子也泼进去 孩子是重要的 不是 我想说老子说 这个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会养生的人 不是说你吃多少补品 你睡觉没睡好补多少觉 而是说 你根本看不见 那个要死磕的地方 就像刨丁解牛啊 他说这个 或者是在军队里面 那个刀永远 其实他不会 不会磕到血的人一样 就是说 他的眼中 根本就没有 要我去消耗 我的元气的东西 目无全牛 我都觉得 想得越多的人越死 您父亲活得久 跟他那个心态有大关系 一人五十多岁 已经豁出去的 想干嘛干嘛 他怎么可能死得了呢 啥孩都没有了 这要换成我死 换成我 换成死 真的 就在快乐了 我觉得快乐有关系 但是咱们里面 每个人都一线癌 大量的病毒都被焦虑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是杭州建销机场的 飞机驾 试飞员 那是体格好得不得了 飞机掉下来 去检讨 就关在房间里 三个月 回来以后 癌症晚期 就没有了 你怎么可能三个月 二十几岁癌症晚期呢 就你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不断地在想 飞机怎么回事 就死了 像你爸爸这种 五十多岁开始挥霍人生 咱们可能死得了 他两百多岁好活呢 但是 别吓我 他的存款也不够了 把他算存款 跟你讲 这个世界有两个朋友圈 一个就咱们这个悲观主义者 我今天上午在参加 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 未来科学大会 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 坦人到底会活一半五十岁 还是活九百岁 那个咱们这儿 能不能过五